我先講就是剛老師跟明顯 其實也不必要這樣辯論 上一副講話最公正 這是國民黨有史以來 素質最差的一屆立委 這個上一副老先生已經完全 郭老師你有沒有講過這句話 有 好 不提示 好吧 明顯有聽到不是我講 我這個人不會見孟沙珍 這句話我打回 但剛明顯有提到一個重點 說有些東西現在民眾黨 就不投票 不投票就是在掩護國民黨 立委其實只有贊成反對 不應該不投票 立場只有兩個 因為 立委你要跟選民負責 你怎麼可以不投票 關鍵時候不舉 你應該是要 說這個議案 要論述 要講 理由 我為什麼贊成 我為什麼反對 怎麼沒有投票 目前立法院因為國民黨息事多啊 所以 黃國昌不投票 那當然就掩護國民黨 那他會不會當小蘭 絕對是小蘭 不用再懷疑 因為林明顯 告訴我們 當黃國昌 整天想著要跟國民黨來整合 他想選新北市長 他知道要贏必須要跟國民黨合作 他當然當小蘭 這不是廢話 他打國民黨他不聽國民黨的 然後要跟國民黨整合 哪有可能 哪有可能在成效 所以只要黃國昌 心裡面有這樣的一個 自己的政治利益存在 他就一定是當小蘭 要不然要富君子 就是經濟犯和拔頭 他願意嗎 對不對 所以當不投票就是就是一個小蘭 所以剛剛有提到啦 國民黨的黨產法案 陳昭之說他也想投反對票 對啊 重點是你沒投 這我也要說 對啊 然後柯文哲現在出來講說 連黃國昌也想投反對票 沒有沒有 這不是廢話 而且啊 其實柯文哲黨主席 早就下令 不必團進團出 有沒有講過 也不是我講的 也不是我見縫朝鎮 柯文哲早就說啊 民眾黨你們這七個小矮人可以自己投票 所以你們自由 沒有一次發聲 不接受 黃國昌的 全部都聽黃國昌指揮 這一場我就看得很清楚啊 有時候黃國昌站起來走出去 全部走出去啊 所以 必然當小蘭 絕對當小蘭請明明顯放心 那因為 黃國昌要 想選新北市長 一直希望國民黨能夠 跟他勾結或幹嘛 反正就是這樣子的話 那當然聽你國民黨的 沒有啦我覺得 郡先生這樣說的 真的是真的是 倭藏禍心 我聽你講的 是你告訴我們的 民眾黨是小蘭的話 那未來 藍白就抽一塊嘛 搶他一半 另外一半就給民進黨啊 如果假設說 民眾黨未來下一個重要的法案跟你民黨站在一起的話 那民眾黨的小綠嗎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樣 就是說 你們會不會去跟他談 我不曉得 未來重大的法案會不會找民眾黨合作 這是一個變數喔 你不要說黃國昌 新北市長沒有決定以前 除非你們決定不讓黃國昌 他才會變成恐怖群人 才有可能說 變成小綠 你自己講的 你自己也在那邊講啊 懂不懂 所以現在在目前為止 黃國昌就是為了他政治利益 他一定是跟國民黨 如果政治利益跟民黨結合的時候 會不會跟你們站在一起 絕對是為了要跟 政治 本來都有個人政治利益考量 這個無可厚非 我也覺得黃國昌 你當然要這麼做 所以我心裡一點都不宜 我也覺得 當然你要這麼做啊 對不對 如果我是黃國昌的支持者 我是那些小草 我說對要這樣做啦 當小籃啊 充粉 對充粉 充粉 對 拔頭看 忍耐忍耐忍耐啦 不然國民黨哪會理你 所以啊 就算明明知道這個法案是有問題 比如說教國黨是不是黨產 他把兩萬多元土地拿回去 他要拿十幾億的 十六億的現金回去 這可以嗎 那如果 過去這些都是黃國昌 大聲反對 那他現在 其實 連選擇不投票都沒有資格 你是應該要反對的嘛 所以 到底民眾黨 是接受 那個科比講的 可以 依照你個人的想法 自由投票 還是一樣 跟著黃國昌 要選新北 繼續當小籃 大家看得很清楚 算一下為什麼你最近有發表一個看法 你覺得黃國昌會變成藍白的氣質 為什麼 因為黃國昌一直以為他會左右逢源嘛 但是他不知道說他面對的 還是真正的高手 百足絲仇死而不僵 何況是百聯政黨 而這百聯政黨 雖然社會現在形象不太好 但是他們內鬥共同的水準是很高的 尤其是 國民黨朱立倫最厲害的一招 在今年我們都看到了 殺手鐵叫做內參 對不對 花東三把為什麼不見了 因為內參一出來 傅昆錡就被砍了嘛 最近呢 剛剛明星也講到那個 中廣那份民調 那個也是內參啊 內參中為什麼每個人都有呢 國民黨最厲害就是內參都會拿到 然後那個民調呢 其實那叫誤打誤撞 那誤打誤撞是什麼 最開始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個民調裡面的設計裡面 其實是說 洪友宜你不要鬧了 劉荷蘭你不要鬧了 根本沒有機會 裡面李四川三層多 遙遙領先 劉荷蘭5.14 那根本不用談嘛 然後再過來 洪孟凱14多 所以那個意思 看起來就是 劉荷蘭是必然 但是後面那個民調 做了一個就有意思囉 那個出來的結果 撒嘎都 撒嘎都呢 如果是李四川 那碰到 鄭文燦 非常精彩 非常好的數字 輸了0.29 但是呢 這個時候 黃國昌12多 然後如果碰到了 是林佑昌 那是贏了 不用講 那黃國昌只有13多 如果是碰到蘇曉惠 只贏一點多 黃國昌還是12多 那這出來一個什麼訊號 劉 李四川就算代表國民黨 可是 撒嘎都之下 誤差範圍內 所以這個時候 一定就要棄保 那棄保要棄誰 那個12多 永遠沒有 就棄黃國昌 所以那個已經是暗示說 藍軍你要贏 不要受到現在黃國昌 跟著侯友宜的影響 就是不要 就要放棄黃國昌 所以這個內參 這一刀其實我會看到是後面那個 然後後面還再出來比了喔 那如果是不是 那個李四川 是洪孟凱 黃國昌還是沒贏洪孟凱 還是要被棄 那就算是劉荷蘭 結果黃國昌還是沒有贏劉荷蘭 那個其實資訊裡面就告訴你 黃國昌不要想了 然後這個訊號的書籍 至於民眾黨那邊呢 其實你要看到柯文哲 財化法的時候 他喔 不是財委會的 所以叫黃珊珊出來 叫齊凱是董哲 然後曼玉傑出來 可是他是總召 所以為什麼那個財化法 就要黃珊珊來主導 然後 那個 陳昭師就要講話 然後最重要的是 整個 柯文哲以前在市政府裡面的 殺手鐵叫什麼 內部負貧 內部負貧對不對 又要出來了 又要一部負貧就要出來了 當年的時候的 李崇華 李大哥 對不對 還有那個檢渝彥 是怎麼 在內部負貧裡面 之所進退的 那內部負貧裡面 當然整個 柯文哲永遠不會是最好嘛 但是 當年的時候 柯文哲的偶像是毛澤東 是其中之一 毛澤東最喜歡 大鳴大鳴 然後最後就確定 誰是香花毒草 那我們就看得出來 目前這個走向 毒草很清楚 OK